建国后,紫砂一直得到江苏省人民政府的关心,1956年任命的紫砂技术辅导七大艺人为紫砂的传承起了关键的作用,至今又评选了11位紫砂界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。 毛国强,研究员级高级工艺美术师,生于宜兴陶瓷世家,师承著名艺人任干平,对紫砂艺术和书画艺术研究颇深,与书画家陆远绍、程石发、唐云、韩美玲、范增都有合作。 吴明,自宜陶,研究员级高级工艺美术师,中国陶瓷协会理事,宜兴文联副主席、美协副主席,紫砂学科带头人,自称风格和流派,对现代紫砂创作有积极影响。 季逸顺,1960年,生于宜兴陶瓷世家,师承紫砂名家高丽君,研究员级高级工艺美术师。 江苏省人大代表,江苏省陶瓷行业协会陶瓷艺术艺术委员会副主任,宜兴紫砂行业协会胡义专委会副主任。 徐达明,1952年,生于宜兴蜀山紫砂逃逸世家,徐门第四代传人,研究员级高级工艺美术师,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徐汉堂长子,设计创新运用多种材质和紫砂相结合,表现了紫砂新语言。 曹瓦芬,研究员级高级工艺美术师,师承紫砂著名艺人朱可馨,从事紫砂工艺五十余年,创新作品数以百计,不失传统文化并融入时代文化的理念,作品独具风格。 现为江苏省工艺美术学会理事。 包中梅,研究员级高级工艺美术师,1959年,进宜兴紫砂工艺厂。 师承著名陶客老艺人,仍干亭。 70年代初至今,一直从事紫砂造型设计和紫砂金银镶嵌工艺。 曹亚林,研究员级高级工艺美术师,毕业于景德镇陶瓷学院美术系设计专业。 作品语言丰富,创意新颖,形式优美,内涵深厚,格调高雅。 楚丽芝,研究员级高级工艺美术师,1961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,后随著名紫砂艺人吴云根研习紫砂技艺。 江苏省陶瓷艺术学会理事,江苏省工艺美术学会理事。 作品形式多样,设计面广,无论砂艺造型及陶塑都十分重视表达题材内涵。 沈徐华,研究员级高级工艺美术师,现代工艺美术大师李昌宏夫人。 夫妇合作九件竹筒茶具,获1984年德国莱比锡国际博朗会金奖。 从事紫砂工艺五十余载,创新设计近百件。 谢曼伦,研究员级高级工艺美术师,1958年诗成紫砂艺人朱可新。 从事紫砂工艺五十余年,创新作品近百件,花器作品尤为精彩。 吕俊杰,国家高级工艺美术师,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理事,毕业于新加坡南洋艺术学院。 师从父亲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吕姚成,知识面广,多才多艺,创新颇有意境。